猴子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然而就是因为它们过于聪明 导致它们非常的顽皮 甚至有些时候还非常的令人讨厌 想必很多人都听说过 一些旅游景点的猴子 时常会抢一些游客们的食物或者是背包 但大家有没有看到过 猴子们也会去抢一些小动物呢 其实猴子特别的顽皮 它们也特别喜欢跟一些小动物玩耍 但其实它们玩耍的项目 往往让那些被抓住的动物难以消瘦 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只雪白的小白兔 正在蹦蹦跳跳的来回躲避着什么 当大家仔细观察不能发现 原来这只兔子正在躲避着猴子 可是即便兔子再怎么蹦来蹦去 都无法逃脱猴子的追捕 最后兔子还是被猴子抓住了 被抓的兔子表示特别的无奈 即便如何挣扎也逃不出去 它只能乖乖的任由猴子完了 原本以为猴子只是帮它挠挠痒痒 没想到猴子竟然咬住了兔子的皮毛 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它咬住之后开始来回的走动 让兔子非常的难受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喜欢请点赞分享吧